各位好 歡迎收看中視新聞 我是王一仲 新聞一開始 我們來關心美國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大政仗來台 堪稱台灣25年以來 美國最高層級的官員來台 蔡政府高規格接待 但是她早上立院拜會的時候 卻有翻議員硬生生打斷 裴洛西談話三次 甚至還呵呵笑 讓網友非常的生氣 還以為這是在開同學會嗎 真的是丟臉丟到國外去 裴洛西旋風式訪台 25年來美方最高層級 總統級維安大陣仗 除了和台積電董事長會面 更拜會總統府和立法院 裴洛西上百萬的珍珠項鑫 和耳環超強硬 立法院破天荒 連門口的風水鏡都拆掉 但沒想到一進到國會 翻譯卻大出版 我很羨慕 在我們跟我們分析的分析 他們很像我翻譯 翻譯慢半拍不算慘 麥克風夜出包 下一秒這翻譯竟然 打斷裴洛西談話 抱歉 因為麥克風正在工作 他們給我一個新的 瞬間叫裴洛西別說話 場面一度超尷尬 裴洛西甚至當場大嘆氣 沒想到走中的翻譯員 打斷秀再度上演 裴洛西這回徹底愣住 甚至再度大嘆氣 最扯的是翻譯最後 直接結束會議 沒讓裴洛西說話 裴洛西尷尬放下麥克風 一度想再說兩句 沒想到換另外一名翻譯 要她別再說話 口一妹當場呵呵呵狂笑 這讓網友怒炸 丟臉丟到國外去 打斷主角說話 超不專業的口一 你以為這是同學會嗎 裴洛西和蔡英文會晤 頒受特種大受清雲勳章 也一再強調 不能忘記43年前的承諾 說不被棄台灣 但這承諾完了43年 裴洛西結束順風式訪台 輕鬆揮手道別 卻為兩岸留下核彈及政治火爆 記者縱光